大家好 我是啟詩小學副屬幼轉的吳騙年校長 很多時有機會跟家長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收到家長一個關注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小朋友是很喜歡上學 是很開心的 但又同時有一個兩文三語 有很多的學習活動 究竟是怎樣可以做得到的呢 我覺得這個關注是非常之好的 第一 小朋友開心上學 這個背後需要很多的因素來支撐 第一 一定要學校的環境 文化是關外的 我們學校的學習主義就是 每一個小孩都是獨特而唯一 意思是我們尊重每一個小孩 他個人的特質 他個人的需要 任何的潛質 都需要在我們關顧的時間裏 得到專注的照顧 和得到發展 這個是很重要 在我們學校裏面 就是每一個同事 我們有三種同事 就是中文 英文 和普通話 三種同事其實同時間 都是在同一個主題 是小朋友有興趣的主題 來用他們的語言帶動 這個是很精彩的 因為每一天都會有中文 英文 普通話 透過大班的主題 小組的活動 可以是參觀 或者是小組的討論 可以是畫圖畫 可以是玩遊戲 或者做實驗 透過這些多元化的活動 同時間有三組的語文老師 在一個生活的場景 很自然地去還用 亦都透過他們一個策劃 能夠是很有一個系統性 去學習語音 所以他們的學習語言方面 是很理想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那個課程裏面 我們的規劃是很小心 亦都很用心 加入了一些知識態度技能以外 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小朋友回來開心 其實他是需要成功感 能力感 如果他回到學校 每天學到新的事情 他都覺得自己做得非常之好 或者懂得怎樣去學習 我想這個就是關鍵 在這方面 我們都用了很多不同學習的方法 去教小朋友 當小朋友懂得用Mind Map 圖文的報告 來總結他學習到的主題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承受感 亦都得到很多家長的認同 另外一方面 同時我們又會教識小朋友 學習是一個過程來的 不一定每一次 他都能夠很順利 學得到所有的東西 那個過程就是 你可以由不識開始 老師我需要你幫忙 你可不可以說一次給我聽 直至我去到最好的階段 就是我完全已經認識了 我學習得到了 很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做一個 I can do it 的計劃 其實裏面的理念 就是希望將一個成長型的心態 擺在這個學習的方法裏面 讓小朋友在每天的學習裏面 都會懂得 學習是一個過程來的 無論我現在在哪一個狀態 這個都應該被尊重 以及應該得到幫助 在一個這麼安全 而是有一個方法去鼓勵他們 學習的時候 然後小朋友就會不怕挑戰 可以不斷地突破自己 每個人都能夠做到最好的自己 這個都是現在大家很關注的 Can Growth Mindset 一個成長型心態 一個很重要的思維 要擺在小朋友身上 其實我們大人都需要學習的 我想學校是一個教學相長的地方 亦都是我們學校裏面 能夠讓小朋友覺得很安全 很開心 因為我們跟他們一起 來帶動他們去成長 學習 我相信Soft Skills 亦都是很多家長在我們學校 看到很用心去教小朋友 解難魔術師 禮貌大使 這些都是我們每個小朋友 三年畢業之後 每個人都會知道 如果你問他 凡事都要有想法 就會有辦法 這個就是解難魔術師的口訣 我們家長都很熟悉 我們很開心 其實在學校這個氛圍裏 凝聚的家長都很認同 要用這樣的方法 來帶動小朋友 關顧他的成長 所以學校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讓我們小朋友可以很健康 很快樂地在裡面成長 通常我會把家長這個問題 都盡量大家去聊多些 了解多些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找一間合適的地方 讓小朋友三年內 可以很健康 非常理想地去成長 是一個很全面化的安排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歡迎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